大家好,我是小颖,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。 在看视频之前,请给我点个小爱心,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 提到胆固醇,很多人都将它视为洪水猛兽,认为摄入过量就会给血管添堵。 血管承载着运输血液、氧气、营养物质的功能,而引起血管堵塞,与日常的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。 经常使用高油或者高盐食物,血管就会受到损伤。 高油食物中含有大量的脂肪,若是长期食用,血液中的脂肪含量就会增高, 从而使血液变得浓稠,影响到养分的供给,甚至会加速血栓的形成。 而高盐食物中的钠离子极为丰富,长期摄入大量的钠离子会造成血管内壁肿胀,造成血液升高。 急易将血栓重刷下来,引发脑梗等高危血管疾病。 然而今天小颖跟大家说的是一种被称为恶魔脂肪的反噬脂肪酸,比胆固醇更可怕。 反噬脂肪酸是什么? 反噬脂肪酸是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,分为天然的反噬脂肪酸和人工的反噬脂肪酸。 在加工食品当中,添加反噬脂肪酸,主要是为了让食品更加的具有口感,用了延长食品的保存期限。 其实早在2018年,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反噬脂肪的彻底清除计划,目标是全球范围内食品禁止人工添加反噬脂肪, 即2023年全民禁止工业生产的反噬脂肪酸。 反噬脂肪酸的六个危害 1.血管堵塞 反噬脂肪酸会加速血管的病变,增加血液粘度,形成硬化斑块沉积在血管壁上,血液循环不顺畅,出现心脏大脑供血不足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,每年有50万因心血管疾病引发的死亡案例和反噬脂肪酸的摄入有关, 堪称是心脑血管的杀手。 2.肥胖 反噬脂肪酸不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,一般会储存在体内转化成脂肪, 从而导致体重增加,更容易诱发多种疾病。 3.促进糖尿病的发生 体内有一种叫胰岛素的激素,它主要是用来降血糖。 一旦血糖超出正常值,身体会分泌出胰岛素降低血糖,从而维持血糖平衡。 而摄入大量反噬脂肪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,增加糖尿病的患病几率。 4.影响青少年健康 反噬脂肪酸可干扰必须脂肪酸代谢,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健康。 尤其是正在赏身体的儿童、青少年,吃太多反噬脂肪酸对身体不好。 亲爱的朋友们,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呗。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,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。 5.不利于优生 正处于怀孕期或哺乳期的女性,反噬脂肪酸可通过胎盘或乳汁进入胎儿,不利于优生。 6.影响生育 反噬脂肪酸会减少男性荷尔蒙的分泌,对精子的活跃性产生负面影响。 中断精子在身体内的反应过程。 哪些食物含有反噬脂肪酸? 1.植物油 平时炒菜用的植物油在精炼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少量的反噬脂肪酸。 在我们烹调的过程中,经过长时间的高温加热,比如长时间煎、炸等,会产生大量的反噬脂肪酸。 所以,植物油是我们摄入反噬脂肪酸的主要来源,大约会占到50%左右。 在这里要插入一个小话题,很多人觉得猪油不健康,应该替换成植物油。 不过以上端点并不中肯。 实验证明,猪油中含的反噬脂肪酸比植物油少得多,具有耐高温、稳定等特性,用来爆炒、煎炸更安全。 二、各种加工食物,如人造黄油、人造奶油、方便面、稀释糕点、薯片、炸薯条、奶茶、植芝末等。 三、天然的食物。 有一部分反噬脂肪酸是自然形成于食草动物的肉、牛、羊和乳制品中,但是含量很少。 反噬脂肪酸的重灾区,糖果类、奶糖、带可可汁巧克力、冰淇淋,以及含有味之类别的巧克力糕点。 饼干类,微化饼干、夹心饼干、酥性饼干、曲奇饼干、糕点、素食面包类。 泡芙各种派、酥皮点心、奶油面包、汉堡、蓬化食品、小吃、薯条、薯片。 反复油炸的如麻花、油条。 饮料类奶茶、奶精。 怎么样避开反噬脂肪酸呢? 一、交替用油、控制用量。 心血管疾病的病因并非是用油种类,而是吃油过量和用油不平衡。 无论植物油还是动物油,它都含有不同量的脂肪酸,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作用。 但是,单一用油容易造成营养成分缺失,建议大家根据实际情况科学用油。 并且,一天用油含量不超过25克。 爆炒、煎炸温度高。 用猪油、牛油比较好,耐热性很高,不遇产生反食脂肪,但不要反复煎炸。 炒菜。 大豆油、花生油。 清炒的时候,用油温度在180度到200摄氏度左右。 可以放大豆油、花生油,耐热性高。 煮汤、亚麻籽油、橄榄油。 相对于爆炒、清炒,煮汤温度不会那么高。 用亚麻籽油、橄榄油等耐热性差点的植物油就可以。 二、看食品标签。 在购买加工食品时,最好看看食品配料表。 如果含有这些字眼,就表示有反式脂肪酸。 最好购买量或者不要购买。 精炼植物油、人造奶油、人造黄油、人造酥油、植汁末、奶精。 三、避免反式脂肪酸叠加。 有些人看到料表中有反式脂肪酸,但是标零认为是安全食品。 实际上,标零的反式脂肪酸是指低于0.3%的限量标准, 并不是完全没有反式脂肪酸。 虽然这些食物中的反式脂肪酸是微量的, 但只要多吃几包,就很容易造成反式脂肪酸叠加。 四、多吃新鲜食物。 如果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嘴, 在使用汉堡、糕点之后, 可以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,能加速脂肪的排出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感谢您的观看。 我是小影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